来看一个水利工程的最新进展 我国又一座千万千码级巨型水电工程 乌冬德水电站首批机组 经过72小时试运行 今天正是投产发电 乌冬德水电站位于云南省昆明市陆劝县 和四川省梁山州惠东县的交界处 是金沙江下游河段四个水电梯级 乌冬德 白鹤滩 西洛杜 象家坝中的最上游梯级 总投资约1200亿元 总装机1020万千瓦 年均发电量389.11千瓦时 乌冬德水电站由混凝土双区拱坝 岸边泄洪洞 两岸地下饮水发电系统等组成 最大坝高270米 平均厚度40米 厚高比仅为0.19 是目前世界上最薄的300米级双区拱坝 在乌冬德水电站的建设过程中 开展了一系列技术和管理创新 攻克了一项项世界级难题 在地下工程 罢工技术 装备制造等方面 提升了中国 乃至世界水电科技发展水平 据测算 乌冬德水电站生产的绿色电能 每年节约标准煤1220万吨 清洁水电将送南方电网 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等地方建设 同时 水电站预留防洪库容24.4亿立方米 相当于170多个西湖的容量 是长江流域防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电站建设期间 平均每年增加就业人数约7万人 机组全部投产后 每年可贡献工业增加值约119亿元 使地方财政收入增加13.5亿元 在乌冬德水电站的建设过程当中 面临着诸多世界级水电站难题的考验 大坝建设者通过科技创新 推动我国水电建设的升级发展 乌冬德水电站所在的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区 日照强烈 昼夜温差悬殊 高温低湿环境中 如果使用普通中热水泥修筑大坝 温控防烈难度大 为此乌冬德全坝使用低热混凝土 显著降低大坝的温度硬力 有效解决混凝土温控防烈 这个世界级难题 从而造就真正意义上的无缝大坝 此外 由于乌冬德水电站大坝顶部 两边山体的距离仅有300多米 所以乌冬德水电站除了270米高的大坝建筑 更多的建筑结构都隐藏在山体里和地下 作为水电站主要发电设备水轮机组的主厂房 就位于大坝两侧的山体里 乌冬德左右按地下电站主厂房 各安装有6台8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 主厂房长度相当于三个标准的足球场 高度89.8米 将近30层楼高 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地下电站主厂房 85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 是目前世界上已投产的单机容量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 7000多吨水轮机组的重量 逼近埃菲尔铁塔 转轮是整个机组的心脏 400多吨的转轮 若干部件误差 要比头发丝还小 这对制造工艺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从无缝大坝到百万千瓦级机组 乌东德水电站在大水电大机组装备制造等方面 用创新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题 打造了中国水电的升级版 乌东德水电站的建成投产 将西部水电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对于长江经济带建设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 具有重大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